6.8關鍵少數 決定未來台灣20年 這群人即將投下人生 第一張總統大選選票 柯文哲的話 算是教會我很多人生道理的 一個人生導師 全台灣很多候選人 政策還能做不到 不應該是因為今天他是韓國人 所以他被特別的譴責 同性婚姻地界的總統 不敢碰的東西 他英文總統去執行的 高中時候發生太陽花 學運 這件事情讓我意識到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 上週展開全國首次 手頭族大調查 第一手頭族的質變了 他們是更有自主意識的選民 路邊隨便一個國中生都知道 年輕人在討厭韓國瑜 誰不知道 韓國瑜真的做得那麼差嗎 你要不要講一下 他說他就會賣台啊 他就舔貢啊 大部分都是這些池 怎麼舔怎麼賣 他們也不知道 那我就覺得這樣很不OK 只要是這種 沒有獨立思考跟風的人 那我就覺得這樣 不是很好的事情 那凌晨五點的時候買了機票 幾個小時之後我就出現在香港 我那時候最想做的事情是 去醫療站幫忙 我就邊走 我就順道記錄 我原本的那個賬號 直接轉變成 凡宋中台灣資訊站 更有高達四成的手頭族 政治立場與父母不同 我覺得我跟我爸是一個 平行世界的人 真的是一個像鐵軌一樣平行 我們永遠不會有交集的地方 我爸講說 管我 現在就不管我的事 我就好好過我的生活 我不覺得好 甚至我這樣跟我爸講過 今年的投票 你要嘛就去投嘛 記得好好的投 這個未來是我們要過的 第二 巨統世代確認真的回不去了 只有3%支持統一 遠低於全國平均 假如真的統一了 將近三成手頭族選擇出走海外 還有兩成以上的人選擇上街抗爭 但是一國兩制我也不會接受啦 民主然後又開放 然後又有其他優惠 你如果能說服我 那你就來說服 但是我覺得目前他們應該是 沒辦法改變 因為看香港就知道了 所以說我應該是會上街抗議 也好不容易就是六四啊 一個百合之後 走上了跟中國完全不一樣的道路 變成什麼亞洲民主燈塔之類 這個是香港人的說法 當然會不希望 我們已經有過 想要這樣子的生活之後 還要再走回頭路 又回到過去衛權時代 我還是 我當然還是這樣過日子 可是我會覺得 哇 終於我們被 我們被國際認可了 那未來的發展好像還蠻有趣的 全國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 達到56.9% 對比手頭族 高達83.1%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當然還是希望自己是個台灣人 我不想要變中國人啦 不會大聲的喊 我是中華民國的人 就是我是台灣人 因為我們踩在台灣的這塊土地 手頭族對新興小黨的認同度高 因為他們在小黨的身上 看見年輕人能有一席之地 總統我目前會投廢票 然後民進黨又是一直拿著 反送中 剪刀槍 在吸引年輕人選票 我覺得 只靠這個就叫我要投他 是說服不了我的 想要選家庭看護 老師可以選韓國瑜啦 因為他洗衣服 洗襪子 洗內褲還蠻厲害的啊 國民黨在年輕世代的支持度 被成立四年的時代力量超越 對民進黨認同度最高 達到28% 關於原住民族 就是有重大的突破的時候 基本是發生在民進黨 蔡英文總統 他就任的第一年 他就向原住民族公開的道歉 這應該是亞洲第一位 國家元首向原住民族道歉 傳統的藍綠統獨 已不能再綁架他們 想要他們的選票 請用誠意爭取 草包跟財寶都投不下去 有第三的選項 為什麼一定要局限於藍綠之間 未來其實還是要靠自己啦 不能說都失望政府替你做什麼做什麼 其實自己的競爭力還是最重要 投票的時候不都是希望他投下去的那一票 可以支持到可以貼近明星的候選人 誰不是這樣希望 支持韓國瑜 投票的時候會投給韓國瑜 為什麼他不選擇在第七第八年才做年輕改革 而是在第一任出去做 就代表他也意識到年輕改革 對於年輕世代的重要性 目前想要投的對象小英總統 台灣總體是有沒有希望 或有沒有未來的人 就看我們整個選舉啦 我們無法為這群手投足 貼上單一標籤 同理世代差異 才是台灣最重要的選舉議題